荒野独居技能培训班又来了 平时看选手们只是搭建个简单的庇护所 节目组想让他们来点高难度的 这次专门邀请三名选手过来 挑战在三天内搭建出半地学庇护所 要求能够容下一人在居住 里面必须修建出一个火炉 并且温度要比外面高十度 听起来就挺难完成的样子 而且提供的工具只有 斧头 锯子 铲子和防水布 反正我靠这些肯定是完成不了的 就不知道选手们会如何应对呢 米勒的出生点在沙漠地区 这里能用的木材并不是很多 但是粘土随便一挖就有 他打算利用这个优势去搭建个 类似土皮房的庇护所 首先要收集材料制造成土砖的模具 只需要将木头稍微修整一下 这样镶嵌在一起 很快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准备粘土 在防水布上放上一点沙土 然后将水和杂草混合在一起 这样弄出来的土砖强度要好上不少 为了让粘土搅拌均匀一点 米勒直接用脚在上面蹦底 让粘土里面都充满它的味道 等会就可以将粘土填充到模具里面 尽量将表面抚摸平整一些 到时土砖成型后 搭建起来也会方便很多 一会的功夫 土砖就完成得差不多 想要搭建好庇护所 需要用到不少土砖 米勒接下来都要在那努力制造 而乔丹还在思考那里搭建庇护所比较好 这边的地下有大量的岩石 想要挖出能容下一个人居住的庇护所 三天的时间根本没法完成 只能利用这边地形的自然特征 幸好找到一条壕沟 无论是宽度还是深度 都非常适合弄成庇护所 乔丹表示自己能找到这里已经赢了 现在只需要砍发搬运鞋材料回来搭建 直接将树干平布到上面做横梁 然后将防水布往上面一盖 乔丹觉得这庇护所基本上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用一些石头围成一个火坑 为了避免烟雾笼罩在里面 乔丹在防水布的顶部 那割开个口子 立刻点燃火堆看看效果 虽然有点用 但是并不多 得想办法解决排烟的问题 而阿末斯则打算挖一个货根式庇护所 把地面上多余的东西清理干净 时常碰到地里面的树根 需要耗费掉不少体力才能够弄走 就在他忙着挖地穴的时候 突然发现土里面有个大宝贝 这是德爷最喜欢的牛肉 想都没想直接一口咬下去 阿末斯表示现在还不饿 留到今晚宵夜加餐 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挖土 虽然这过程需要耗费不少体力 但是整体还是过得比较顺利 转眼间就已经来到第二天 乔丹想了一晚 终于找到烟雾排不出的原因 主要是这边的风往这边吹 导致那些烟雾没法顺利出去 只能又倒流回到庇护所里面 现在只需要收集点材料 弄成挡风板 理论上那烟雾就能排放出去了 他用荆棘上刺挂防水布上 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风给吹走 乔丹觉得自己的庇护所足够完美 不需要再调整什么东西 好家伙 一天半的时间就搞定了 难道不打算继续再完善一下吗 现在压力来到米勒这边 他还在巴图弄出庇护所的后墙 这样能够省下不少功夫 同时还能让庇护所保持高温 庇护所这边已经处理得差不多 关键还是得看那些砖头 经过一天的时间 里面还是有点湿 米勒担心到时搭建起来会断开 为了安全起先 只能再等一天 要是明天还没有干透的话 他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阿莫斯那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 花了两天的时间 才抠出30一厅 他打算先把炉子规划好 在附近找到一些石块搬回去 幸好距离庇护所并不是很远 将石头放到泥土上面叠加起来 虽然很快就将这炉子给搞定 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 明天得将庇护所完成 不知不觉比赛就来到第三天 阿莫斯还差屋顶没有搭建好 这边有不少枯萎的树木 直接用力一推就搞定 将这些材料稍微修整一下 让它们彼此靠在一起 用力都扯不开 接下来就可以将木头往上面叠加起来 慢慢的庇护所就逐渐成型 原本还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成品弄出来 就像坟头长满了草 再看看米勒这边 土砖已经干透 距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 留给他搭建的时间不多了 米勒一点都不慌 早就想好怎么快速搭建好 先确定好里面所需要的空间 然后就可以将土砖慢慢垒高 房子的外墙已经成型 是时候开始制造壁炉 土砖加上石块的组合 只花了一点的时间 就将壁炉制造好 阿莫斯那边也弄得差不多 而乔丹不是在那里能练习射箭 就是在那睡觉 只希望能够快点结束挑战 在大家的一番忙碌中 庇护所都已经搭建好了 阿莫斯那与其说是庇护所 看起来更像是阿飘的家 不过里面的空间倒是挺大 阿莫斯在这里蹦打都没问题 炉子燃烧效率相当不错 热得他都想脱掉衣服 现在的温度完全符合节目组的要求 就是烟雾排不出去 熏得眼疼 而乔丹那庇护所 虽然搭建耗费的时间并不多 但是里面需要的东西都有 最重要的是那烟雾能够顺利排出来 他已经在这里睡了两天 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后就是米勒这庇护所 好家伙 直接把村里的土房弄出来 光看这堵墙就已经营麻了 再看看里面的环境怎么样 现在温度要比外面高上不少 而且一点烟雾都没有 完全不用担心会被烟熏到 直接家具搬过来就能够入住 我觉得米勒这庇护所赢太多了 这次裁判是凯利 看完所有人的庇护所后 其实冠军已经相当明显了 不过还是要再简单点评一下 他觉得乔丹这次并没有尽力 基本上只花了一天的就搭建好了 其实还有不少地方能够提升 阿莫斯那整体结构非常不错 能够完美融入大自然里面 就是那排烟出现大问题 并不适合在里面长时间待着 而米勒那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冠军直接就帮给他 凯利没有想到土砖效果这么好 那土屋看着都有些心动 刚好自家戈壁那还有一片空地 要是米勒能过来帮忙搭建个土屋就好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米勒的庇护所怎么样呢 真期待接下来的挑战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